在南区的玉璃井分局 同样是规划了绵密的寻签勤务要提高见景率之外 也和辖区内超商店员建立了联络机制 如果有异常迅速通传 遇到突发状况 园井也可以迅速到场处理来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玉璃超商总共有10间 统一超商有8间 全家便利商店总共有2间 为了要全面强化便利商店安全的维护 除了监视器设备有没有故障之外 并在深夜清晨时段加强巡逻的密度 更派远警借由各项勤务手持文宣 前往超商向店员宣导 他现是发生超商店员 因劝打顾客未配戴口罩 惨遭刺死 造成人心惶惶 据此花莲县警察局十分重视 本分局未必免汉事重演 除协助店家检视监视器设备有无故障 在深夜清晨时段提升巡逻密度 加强建警率 更为了避免汉事重演 除了规划紧密寻签勤务提高建警率之外 更在辖内的超商店员建立联络机制 如果有异常迅速通船 遇到突发状况远景就能迅速的处理 确保民众的生命安全 呼吁民众成为鸡婆的好邻居 如果遇到有不法情势或是纠纷口角 请立即拨打110或者是辖区派出所的电话 让警察能够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共同来守护南区三个乡镇 塑造安全温馨祥和的居住环境 记者高雄雄预证采访报道